要撩打,但其實他們可能會比正在更加 認識 認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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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 一開始我們的目標是希望 SOM跟SOC兩個地區之間的運動員 可以互相展示出他們各自的風采 可以展示出他們各自的能力 然後可以讓SOM跟SOC兩個地區之間的學員 可以多點交流 看到大家共同的好處跟長處 這樣可以更多地去分享兩個地區之間的 學員之間的風采 特殊的群體嘛 所以他們也沒有什麼發生的能力 所以在其他媒體上面看到他們還是比較困難 透過社工 將永生世代一直要未來 首先我覺得最大困難就是因為它是在不同的地方 因為一個是在中國大陸 雲南、中國 另外一個是在澳門 然後這兩個首先是有一個地區的差異 然後我們在很多時候我們交流會存在很大的困難 兩個地方一起來做這個項目 然後還是會有很多不同的體驗 一開始是先把拍攝相簿先定下來 然後再把內容大家在一起商討 就是比如說我們會一起去做一個街頭採訪 大家都同意用街頭採訪的形式去表達 對於現在外面的人對這項人士的一些理解或者是認識這樣 我們是希望從問題上來看到現在大眾對他們的態度是怎麼樣的 就是我覺得可能我通過做這個項目我覺得可能對我來說是一個我對於就是 因為我在做這個項目的同時我也要去翻譯很多的資料 並且我還要和他們就是進行一些採訪交流 其實可能對我來說我可能對於這個群體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我覺得我們這個計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交流 就是通過這個計劃我們會跟不同地區上的人去一些工人夥伴達到一個交流 我們會知道另外一個地區他們是他們對資料人士的看法是怎麼樣的 然後會通過這些交流碰撞我們會知道我們地區之間所做的一些努力 會對這個社會造成一些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我們在這個計劃上都可以看到大家的這個努力 然後都可以看到整個社會從一個很好的方向去正在邁向 都可以做回兒共去一樣去幫助我和他們一樣困境 曾經有這樣生活的人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這個項目可能就是一個很小的一個嘗試 然後我覺得希望可能以後我們也可以參加更多的年輕人 他們來自各行各業然後也可以一起加入我們 通過不同的方式可能通過文字也好 通過鏡頭的紀錄也好 通過拍攝各種各樣的紀錄片也好 我覺得可能讓他們也參與到我們這個 這個創造融合社會的這樣一個行動黨 就這樣我覺得可能有越來越多力量加入我們 我覺得我們這樣就是 創造這個融合新一代的這樣一種想法 它可以更好地去落實 它可以更好地去持這樣我們的想法 我選擇融合是因為融合對於我來說是一種責任 然後我很自豪我作為一個 youth leader 我選擇融合是因為他們和我們都是一樣 我們都是這個社會的一個群體 只有我們每個人都一起為這個社會這個努力 然後一起成為這個社會一部分 這樣只有這樣的話 我們的社會才可以發展得更加的好 我們就是未來才可以更加的平等 更加的包容